见到孝庄的复原图后,才明白为何皇太极不爱,可多尔滚却痴迷不已。 中国历史上,美丽漂亮的皇后数不胜数,但美丽动人有足智多谋的却为数不多,而及二者于一身,并对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皇后更是凤毛麟角。 今天要说的就是在清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兼顾智慧与美貌的皇后孝庄文皇后。 他一生历经三朝,增幅左皇太极,治理内政,开疆阔土,之后又精心伏链,孙两代右主寄统,持政,为奠定清王朝基业,开创清前期盛世立下了赫赫功劳。 除了政治上的才华外,孝庄与皇太极多尔滚之间纠缠不清的感情纠葛,也一直为后世所关注,他许多传奇性的故事也因此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那么,多尔滚为何会如此痴迷孝庄,皇太极又为什么对他不感兴趣呢? 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看了他的复原图之后,也许会给疑惑的我们一些答案。 但凡有矛盾的古代禁忌之恋都难逃,被现代人改编成电视剧的命运,孝庄逆史,就是这样一部讲述了书嫂爱情故事的影视作品。 不同于现代剧的狗血,两人的爱情在权力与名誉的重压下显得无奈又缠绵。 孝庄本是多尔滚长兄皇太极的妻子,皇太极又是清朝的第一位皇帝,孝庄与多尔滚的恋爱禁忌程度简直比沈梅庄爱上温太一还深,但好在皇太极并不爱孝庄,这也为两人的相处扫除了一点阻碍。 后人见到孝庄的复原图后,才明白为何皇太极不爱,可多尔滚却痴迷不已。 孝庄文皇后,出身博尔寄籍特氏,名曰布姆布泰,她的名字汉语意为天将贵人。 孝庄出身不凡。 来自蒙古的科尔沁部,父亲是贝勒寨丧。 孝庄十三岁时便与三十四岁的皇太极结亲,后来由于皇太极改号称帝,她也因此被禁封为庄妃,至于孝庄的称呼,则是后人根据她死后的嗜号而定。 由于皇太极的嗜号为太宗文皇帝,而孝庄作为她的妃子,自然要在嗜号上与皇太极保持一致,所以正是一般称她为孝庄文皇后,而不是称其为孝庄太后。 孝庄二十七岁时诞下的皇九子芙林,即是后来的顺治皇帝。 芙林六岁时,皇太极在沈阳突然离世。 由于皇太极离去的突然,因此并没有留下指定的继承人人选,这也直接导致了她离世后各股势力间的暗潮涌动。 当时孝庄审视多度地分析了局势,朱王夺位实力最强的便是皇太极九弟多尔滚和皇太极长子豪格,其余势力皆不足为患。 她在两大阵营激烈对抗之中,以其出众的谋略和胆识争取到了大贝勒戴善的支持,又通过施展手腕加强了与多尔滚之间的联系,使其自愿放弃了皇位的争夺。 就这样,孝庄通过她的政治才华,一举为弗林争取到了许多支持力量,并成功地排挤掉了另一方竞争势力豪格,成功将自己的幼子送上了至高无上的皇位。 可以说,年仅六岁的弗林能够成功即位,其背后绝对少不了孝庄的运筹帷幄。 在顺治成长过程中,其母孝庄不断加强对她的政治历练,这也使顺治以极快的速度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在她治下,清朝整体上政治清明,行政效率较高,百姓生活安定,这也为之后的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顺治十八年,二十四岁的顺治帝因缓天花出斗而生命垂危, 她在弥留之际下一诏指定八岁的皇三子宣业为皇太子。 改元康熙 自此,孝庄又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培养第二任幼帝的责任, 故后世人常称其为两朝新国太后。 根据历史记载,在小皇帝康熙即将即位之际, 有人上书请求孝庄垂帘听证做女皇, 但这一请求却被孝庄断然拒绝, 她表示自己只愿做孙儿背后的辅助帮手, 而不愿成为女皇。 对于自己说的话,孝庄也是说到做到, 在康熙年幼之时, 孝庄专门为康熙建立了四个大臣主司商议, 自己负责决策康熙听证判断的辅证制度。 在一次次的旁听中, 康熙慢慢开始学有所成, 并逐渐在听证过程中发展了自身亲礼正事的能力。 在康熙辅政后期, 面对大臣敖拜的结党乱政, 康熙在孝庄的指点下, 一边韬光养晦, 一边暗自蓄力, 并最终于康熙八年一举清扫了敖拜及其党羽。 这也标志着十年十六岁的康熙, 已经具备了为君主政的能力与决心。 面对出掌城的康熙, 孝庄没有练权, 反而放手将权力交还给康熙, 让他大展拳脚。 当然, 孝庄的放权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官场, 他只是将磨练的机会交给康熙。 在少年天子面临棘手难题时, 他仍会及时给予指点与帮助。 这位雷厉风行的女政治家于康熙二十六年, 并逝于慈宁宫内, 中年七十五岁。 他离世后, 康熙心痛万分, 并直言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孝庄的教会。 说完了黄太极这个孝庄爱情故事中的次要人物, 就要说说主要人物多尔滚了。 多尔滚是黄太极的亲弟弟, 不然他也没机会借助这个身份留在孝庄身边。 不过多尔滚的身份不仅仅是黄太极的弟弟这样简单。 黄太极能够顺利带领满族静观中原和多尔滚的付出有很大的关系。 当初就是多尔滚厮守观外, 才为黄太极争取到了顺利静观的机会, 再加上两人相差十几岁一起相伴长大, 所以黄太极和多尔滚的兄弟情非常深厚。 在为黄太极多年征战的生活里, 多尔滚受过的伤不计其数, 就连他最后英年早逝都与基劳成吉脱不了关系。 在多尔滚死前, 黄太极最过意不去的就是多尔滚在松井之战中的伤。 在这场战争中, 多尔滚不幸失去了生育能力。 自责的黄太极派出了自己的妻子大玉尔前去照顾多尔滚, 大玉尔与多尔滚的年龄相仿。 两人相谈甚欢, 不过黄太极的心也真够大的, 哪里有嫂子照顾小叔子的道理, 两人一来二去间也产生了难以忘怀的情愫。 其实坊间还流传着另一个两人相遇的故事版本, 据说在广阔的克尔沁草原上, 年龄相仿又出身贵族的两人打小就认识了, 在黄太极那大玉尔为侧父亲前两人就已经私定终生了, 无奈黄太极棒打鸳鸯让两人青涩的爱情变成了见不得人的地下情。 黄太极的寿命并不长, 在黄太极驾崩后, 贵为孝庄太后的大玉尔更是没有了和多尔滚名正言顺的机会。 两人虽然只相差一岁, 但却有了君臣之别, 在风起云涌的皇宫里, 多尔滚默默地守护着孝庄大后, 守护着昔日的爱人。 在黄太极离开没多久孝庄的隐秘爱人多尔滚也因病离世了, 虽然孝庄太后的寿命很长, 但却再也无法在生命剩下的日子得到爱人的陪伴。 岁月如白居过细, 孝庄皇后孤独地走完了七十五年的人生, 孝庄太后死后并没有和自己名义上的丈夫黄太极葬在一起, 因为身在皇宫的她冷暖自知, 身为丈夫的黄太极对自己冷若冰霜, 而多尔滚却对自己偏爱有加。 内心的归属感无法让她选择死后, 还和黄太极生活在一起。 她的灵就被赞安到了京东青东灵, 直到雍正三年, 也就是1725年才在赞安殿园处就地起见陵园, 葬入了地宫。 孝庄皇后在地底沉睡了百年之后, 考古工作者打开了她在赞安殿的陵墓, 考古工作者们不仅清点了陵墓中的陪葬品, 还利用孝庄太后遗孩对她进行了容貌修复, 在经过高科技的复原后, 这位一生跌宕起伏的太后向世人解开了神秘的面纱, 也向众人揭开了多尔滚, 痴迷于她的原因。 画中的女人不愧是传说中的满清低美女, 孝庄太后的画像整体给人一种温婉可人的江南女子的感觉, 细看孝庄太后的双眸, 含孝的眼睛里透露着一丝坚毅, 再看太后身上的装饰, 只见她的额头上, 头发上都装饰着珍宝, 看起来雍容华贵, 非常富贵的样子。 虽然孝庄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温柔的, 但她独具风格的脸型, 还是让人遐想到孝庄太后年轻时一定是个古灵精怪的女孩, 孝庄的脸颊颇有肉感, 而且下巴又比较尖, 这更加显得孝庄的脸颊肉嘟嘟的。 细看画像, 总能体会出孝庄太后孩子气的可爱和单纯, 看了这张画像也就明白了多儿滚眼中的大鱼儿是什么样子了, 在美人众多的皇宫里, 浓妆淡抹的佳人亦德, 但像大鱼儿一样可爱的长相却难遇, 虽然年长的皇太极不喜欢孩子气的孝庄但多儿滚, 却偏爱孝庄纯净的眼神与可爱的脸庞, 无论后世的野史正是如何记载孝庄的过往生平, 但纵览她所做之事, 庄庄渐渐都是为了大清的太平与稳定, 隐晦而美丽是史书中对孝庄文皇后下的定义。 这个不凡的女子一直活跃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 并为清朝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作为一名卓越的女政治家, 她对顺治继位, 稳定清除政治局势和培养康熙大帝, 借有重要贡献, 且对清除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孝庄文皇后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德高望重, 谋略过人的重要历史人物。 她于风雨兼程中度过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以自身经历为后世书写了一个美丽的女性传情。 当我们翻开历史的迷雾, 仍会被这位数百年前的蒙古族女儿所深深打动, 感怀于她的果敢隐忍和大意。 ודה.